大家好,今天是奇幻观察室,我是创风 2002年的平安夜,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有一位怀孕八个月的女人离奇失踪 而她后来被发现的地方 正是她完美丈夫钓鱼之处 随着丈夫的空外情依被曝光 以及种种巧合涌现 丈夫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一年后,仅依靠间接证据 以及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 丈夫被定了罪 此案轰动全美 有华裔神探之称的李昌玉博士 也曾参与了该案调查 那么当年究竟发现了什么 下面我们就先穿越回1975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莫德斯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斯坦尼斯劳斯县的县城 人口约为22万 距离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只有109公里 该市的加洛酒厂 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家族式酒厂 也是加州最大的葡萄酒出口商 今天故事的女主人拉奇·罗卡就生活在这里 她出生于1975年5月4日 她还有一个哥哥叫布伦特·罗卡 在拉奇两岁的时候 父母因各种矛盾离了婚 她的哥哥便跟着母亲生活 后来父母都各自再婚 母亲和继父又生了一个女儿 叫艾米 拉奇是越大越漂亮 身材匀称 一头黑发 还有两个小酒窝 从初中到高中 都是学校里的拉拉队队长 1993年 18岁的拉奇 进入了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分校 主修观赏园艺 1995年夏天 拉奇去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厅 找这里打工的好友玩耍 遇到了好友的同事 也就是今天故事的男主人公 斯科特·皮特森 拉奇一眼就被这位阳光 帅气的大男孩给吸引了 缘分到了 真的就是挡都挡不住 临走时 拉奇拜托好友 一定要将自己的号码给斯科特 希望两个人可以认识一下 拉奇一回到家就告诉母亲 他遇到了真命天子 斯科特和拉奇是校友 他是农业商务专业的 比拉奇大三岁 他父亲进一家纸箱包装公司 母亲开了一家精品店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 斯科特从小就很喜欢打猎 和打高尔夫球 高中毕业时 他已经成为 顶级的青少年高尔夫球手之一 还因此获得了一笔奖学金 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录取 刚入学不到一年 就转到了圣鲁伊斯 奥比斯波的奎斯塔学院 后来又转到了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斯科特的学习成绩很好 还勤工俭学 打了好几份工 其中一份就是在咖啡厅做服务生 当他收到拉奇的电话号码 在同事们的鼓舞下拨了过去 不出意外的 他们陷入了热烈 脸人的第一次约会 是一次深海钓鱼之旅 拉奇后来对好友说 虽然自己有些晕船 但依旧感觉这次约会非常开心 第一次约会后不久 脸人就互见了家长 彬彬有礼的斯科特 给拉奇母亲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997年8月9日 脸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婚后的脸人认为彼此都还年轻 所以并不着急要孩子 要先以事业为主 拉奇在100英里外的城市 找了一份工作 脸人不得已开始了短暂的分居生活 隔年6月 两人一起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酒吧 大约一年半后 他们将酒吧转了出去 搬到了拉奇的家乡 莫德斯托生活 2000年10月 他们花费17.7万美元 在一处高档社区 买了一套1500平方英尺的房子 斯科特的父母 不仅为小夫妻俩 提供了3万美元的房子首付款 还给斯科特办了一张 乡村俱乐部的会员卡 好让儿子想打高尔夫球时 有个去处 后来斯科特在家花费公司 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月薪5000美元 拉奇则在一所小学 当代科老师 2002年春前 两人结婚的第五个年头 27岁的拉奇怀孕了 预产期是2003年2月10日 当得知是个男孩后 他们为儿子取名为康纳 大家都在期待小康纳的降临 他们夫妻两人 平日里不争不吵 相敬如宾 外人看在眼里都很羡慕 然而 这幸福的包装纸 却在这年平安夜 被似得粉碎 2002年12月24日 下午5点15分左右 拉奇的母亲沙朗 正在厨房 为平安夜的大餐忙碌着 今天 她把几个孩子 都叫来家里吃饭 这时她接到女婿斯科特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焦急地问道 妈 拉奇在你那儿吗 得到否定的答复后 斯科特简短地解释了一番 今天早上9点半左右 我去伯克利马图钓鱼 那时拉奇还在家里面打理头发 说等会儿要去杂货店买点东西 顺道再去附近的公园遛狗 可当傍晚时分 我回到家后却发现 拉奇的车停在车道上 狗也还在 拉奇却失踪了 母亲听完后是心中一惊 一挂电话 就找到丈夫商量着该怎么办 正在愁愁间 女婿斯科特又打来电话说 附近邻居和身边的好友们都说 没见过拉奇 沙朗夫妇和斯科特 来来回回通了几次电话后 最终决定报警 晚上6点半 警方赶到了拉奇家 警员初步了解情况后 立即兵分两路 一路跟着自发前来帮忙的志愿者们 对周边的街区公园 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警方还动用了一架警用直升机 另一路人马开始走访周围邻居 和拉奇的亲属 在贞德斯科特的同意后 警方对斯科特的家也进行了调查 伴随着调查工作的推进 警方发现 这起失踪案并不简单 主要有以下几条线索 通过走访拉奇的家人和周边邻居 拼凑出了拉奇失踪前一天的生活轨迹 12月23日上午8点半左右 也就是拉奇失踪的前一天 他预约的终点工到家里来打扫卫生 然后他出门做产检购物 回到家后他休息了一会儿 下午又去了一家水疗中心做护理 傍晚5点45分 他和斯科特一起去同富异母的妹妹艾米 所在的理发店 晚上8点半 拉奇和父母沙朗通了电话 拉奇抱怨 最近好累 身体还出现了水肿 这通电话接触后 唯一在和拉奇有过联系的人 就是他的丈夫斯科特 所以斯科特就成了第一个发现拉奇失踪 以及最后一个见过拉奇的人 拉奇家里的门窗完好 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家里发现了入室盗窃 拉奇的出门三件套 手机、钱包和钥匙都放在衣柜里 厚外套和围巾也都还在 正常出门六弯 什么都没戴 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家里被打扫得十分干净 但有两个地方的物品摆放 与整洁的环境格格不入 一个是 次卧的衣橱门大厂 柜门旁边有一个行李袋 吊在地板上 有一件行李被零食搭在衣架上 斯科特解释说 他平时比较邋遢 所以把衣柜搞得有点乱 另一个地方是厨房里 有一本打开的电话簿 打开的这一面 正好是一整版的辩护律师广告 柜台上还有一块少了几片的披萨 以及一瓶打开的田园沙拉酱 斯科特说 披萨是他钓鱼回来后吃的 警方在询问斯科特时 觉得有些不寻常 据当时的警员回忆 斯科特看起来很不对劲 他太平静了 但在后来反复多次的询问过程中 他还是有些紧张 烦躁和冷漠 斯科特表示 拉提失踪当天早上八点 他起床后 原本是准备去乡村俱乐部 打高尔夫球的 但天气有些阴冷不太合适 考虑到 最近刚买了一艘4.3米长的船 以及12月23日和24日 为期两天的钓鱼许可证 就决定去144公里外的 旧金山湾的伯克利码头 钓鱼 斯科特说 他大概是早上9点半离开家的 后经查证 他离家的具体时间是10点08分 出门时 拉提说 他要收拾厨房 拖地 去商店购物和遛狗 离开家后 他先是去了公司租用的仓库 把船放到了拖车上 做了一些钓鱼前的准备工作 直到11点半左右 他才从仓库出发 去了码头 12点54分 他将车停在码头的停车场 由停车收费小票作证 下水后 他钓了一个多小时 结果一条鱼都没钓到 天空还下着雨 于是在下午2点15分 他准备回家了 临走前 他还给拉奇打了一通电话 结果没人接 于是 就留下了一条语音信息 嗨美女 现在是2点15分 我准备离开伯克里码头了 不能去农场取水果栏了 我希望你能收到这条消息 一会儿见 亲爱的 爱你 回到莫德斯托后 他先是去仓库 放下了船 处理了一些事情 约在下午4点半回到家 当时家里大门警锁 拉奇不在家 狗在后院里关着 他以为 拉奇只是出门办事 一会儿就会回来 当时他身上的衣服都湿了 肚子又饿 就先洗了个澡 搞点吃的 可一直等到晚上 聚餐都快开始了 他看拉奇还没回家 觉得有些不对劲 就先给丈母娘 打了个电话问一问 谁知道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斯科特有条不紊的叙述 成功引起了警方的警觉 试想 谁会选择一个 天气不好的平安夜 跑到144公里外的海湾 驾船钓鱼 然后不到一个半小时 就收摊回家呢 而且警方发现 斯科特所使用的钓杆 根本就不适合在海里钓鱼鱼 当问他 钓鱼鱼 该用什么类型的饵料时 他也是答不上来 还表现得十分生气 如此种种 很难不让人怀疑 不过 警方的怀疑 却遭到了斯科特 和拉西两家人的反对 他们说 小夫妻俩结婚五年了 感情一直很好 斯科特是个好人 斯科特本人 也是指签发誓 绝对没有做 对不起拉西的事情 为此 两家亲属 都拒绝配合警方的调查 晚些时候 警方在 震得斯科特的同意后 对斯科特夫妻俩的 车和仓库里的相关物品 都进行了初步调查取证 却并没有发现 什么重要线索 事发当天上午10点18分 拉西隔壁的邻居 看到拉西家的狗 拖着脏兮兮的狗链 独自在社区里晃悠 他担心狗狗走丢 就想着将狗牵回拉西家 却发现 拉西家大门紧锁 只有后院的门开着 他就将狗送到后院 带上门后便离开了 拉西对门的邻居 也说看到了狗 但时间是10点45分左右 当时 他家的狗 还和拉西家的狗 一起玩了街球的游戏 案发后不久 警方带着搜查令 对斯科特的家 和所作的仓库 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取证 结果 在整个房子里 没有找到一枚完整有效的指纹 没指纹就算了 甚至连掌印足印也都没有 这说明 房子在近期被仔细打扫过 同时 警方做了大量的血迹检测 也只在斯科特的车 位于副驾驶位置的门上 采集到一个血碟 斯科特解释道 他比较粗心大意 经常弄伤手 这一次 他是不小心划伤了手 血迹也许是他不小心弄到车上的 经检验 血迹确实是属于斯科特的 在仓库的垃圾桶里和四周 发现了一些干水泥和蓝色防水布 以及一个圆形的塑料桶 桶内装有一个自制的水泥毛 当被问及 剩下的水泥放在哪里时 斯科特回答 丢了 仓库船上有一个尖嘴钳 在钳子上提取到了一根头发 经检验是属于垃圾的 孕妇垃圾离奇失踪的消息 被媒体报道后 很多人都闻讯赶来帮忙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 数以千计的志愿者 组成了多个搜索小分队 上街张贴船单 对附近的公园 河道 下水道 城市周边的农田 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搜索范围是越来越大 拉奇的亲属还发出了悬赏公告 随着时间的流逝 赏金从最初的2.5万美元 涨到了25万美元 最后更是增加到了50万美元 在高额悬赏的激励下 每天都有上百人提供线索 拉奇的亲朋好友 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 搜索人数已经增加到了1500人 如此浩大的搜索行动 再加上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 拉奇失踪案牵动着全美人民的心 可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越发觉得事情不简单 2002年12月30日早上 住在莫德斯托东边 约70英里外 马德拉县的一位名叫 安博弗雷的女子 打来报警电话 他告诉警方 自己和失踪女子拉奇的丈夫 是情人关系 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弗雷是一位未婚妈妈 独自带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女儿 她说 我在2002年11月 经好友介绍认识了斯科特 斯科特说她是单身 也没孩子 我觉得她人不错 就答应了和她交往 弗雷向警方提供了 她和斯科特交往以来的 所有文字信息 语音留言和电话录音 并同意警方监听 她和斯科特之间的通话 12月31日 案发一个星期后 拉奇的亲属和志愿者们 为拉奇举办了一个首页活动 大约有1200人参加 活动当天 作为丈夫的斯科特 不仅是姗姗来迟 还排斥和亲属们 一起分享和拉奇的回忆 就在首页活动开始前几分钟 她还给亲人弗雷打了一通电话 电话里 她肆无忌惮地说这些热情 轻调的情话 倾诉着相思之苦 这里我大致介绍一下 斯科特和弗雷之间的情况 因为弗雷最后会成为本案最重要的证人 2002年10月 斯科特在一个展会上 遇到了一位叫肖恩西布利的人 她和肖恩一见如故 聊了很多关于爱情的话题 肖恩问斯科特是不是单身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肖恩就说 她有一个朋友正好也是单身 可惜早年遇人不输 是一个单亲妈妈 可以介绍你们两个人认识 就这样 斯科特与弗雷开始联系了 11月20日 斯科特和弗雷首次见面 俩人相谈甚欢 斯科特说 她住在萨克拉门托 在圣地亚哥还有一套公寓 如今在莫德斯托经营着一家公司 为了业务 她经常需要去国外出差 当晚 情道深处的两人就干柴烈火了一番 在此之后 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联系 12月2日 斯科特带着礼物来到弗雷家探望 说是第二天要在附近见客户 就顺道过来看一看 晚餐过后 她直接在弗雷家睡下了 第二天晚上 弗雷再次询问斯科特 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孩子 斯科特斩惊结扯地回道 没有 12月6日 没人萧文的一个朋友说 她也认识一个叫斯科特的人 不过那个人是有老婆的 为此 萧文打电话质问斯科特 斯科特解释道 她是结过婚 可如今她已经失去了妻子 并说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不想多谈 并再三保证 我是单身 我是单身 最后她还气不成声地 拜托小恩 先不要告诉弗雷 她自己会找机会 主动坦白的 12月9日 斯科特向弗雷探了牌 抱歉 之前我在婚姻的问题上 骗了你 我已经失去了妻子 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将是我第一个 没有妻子陪伴的圣诞 这太痛苦了 她再次打包票 我是一个单身汉 我没有小孩 我单身 没小孩 她痛心疾首 悲痛欲绝地诉说 让弗雷完全相信 她就是一个可怜的官夫 12月11日 斯科特陪弗雷母女 参加了一个生日聚会 这就是离家远的好处 聚会上 每遇到熟人 12月14日 平安夜的前十天 斯科特以弗雷男友的身份 陪她参加了一个节日聚会 而同一天 她怀孕八个月的妻子拉奇 正好也参加了一个节日聚会 不过她是独自去的 因为斯科特说 她没有时间陪她一起 2003年1月24日 斯科特的婚外情 被大肆渲染后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弗雷率先站出来 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 她公开承认了这段恋情 这一下斯科特出轨算是实锤了 她完美丈夫的形象彻底破碎了 事情败露后 她在接触电视台采访时说 拉奇在2002年12月初 就知道我出轨 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 我们之间的关系 她的失踪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一个怀孕七八个月的女人 知道丈夫出轨了 不打不闹 也不跟闺蜜或者父母倾诉 每天还开开心心地 跟个没识人一样 这实在是反常 所以很可能 斯科特她在说谎 所以当斯科特的婚外情曝光后 拉奇的亲属 一反当初的态度 开始怀疑斯科特 而且有一次她在采访时 听到口袋里的电话突然响起 竟毫不犹豫地将手机关机了 如果她真的担心妻子 是不可能错过任何一个 有可能是提供线索的电话的 据报道 拉奇失踪两个星期后 斯科特就花钱在电视上 开了两个路股的成人频道 没多久 她卖掉了拉奇的车 准备给自己换一辆倒戏皮卡 然后还联系了一名房产经纪人 想要出售她和拉奇所住的房子 因为房产镇上有拉奇的名字 斯科特还特意向律师咨询了 相关的法律问题 2003年1月底 警方在斯科特家的笔记本电脑中 有了一些新发现 2002年12月7日 斯科特在被没人下温打电话质问 是否结婚的第二天 她浏览了很多购买传者的广告后 联系了一位卖船的商家 讨论了买船的事 12月8日 斯科特搜索了伯克利码头 旧经商湾的航行图 海流速度图 潮汐和钓鱼等情况 12月9日 她以1400美元买了一艘小船 这艘船也就是案发当天 她钓鱼时所驾的船 奇怪的是 斯科特说她买船是为了钓鱼 但身边的亲朋好友 没有一个人知道她买船这件事 警方通过跟踪调查 和全球定位系统的数据分析发现 斯科特在2003年整个1月份 先后5次前往她钓鱼的伯克利码头转悠 都是从家出发直奔码头 沿着附近的海湾线开一段 然后就直接回家了 警方认为 这是斯科特重回案发现场的心理 他担心拉起的遗体会被人找到 因为自从警方怀疑她是凶手后 曾多次组织人员在码头附近的水域搜索 可惜一直毫无收获 2003年2月10日 这天本是拉起的预产期 这天晚上 亲朋好友和支援者们 为拉起举办了一个灼光起伏活动 现场依然围满了很多新闻媒体 而斯科特却没来参加 当警方再次到斯科特家调查时 发现原本为即将出生的小康纳 所布置的一个温馨儿童房 如今被改造成了一个仓库 里面堆满了杂物 警方认为 这属于一种有罪意识的表现 说明他已经知道 老婆孩子永远不会回来了 此时很多人都认为 斯科特谋害了拉起 并将他的遗体 用防水布裹好 再绑上自制的水泥毛 假地钓鱼把遗体丢到了海里 可再怎么怀疑 没有遗体 没有打斗痕迹 没有血迹 没有指纹 警方很难拿斯科特怎么样 2003年4月13日 案件发生三个多月后 在距离斯科特钓鱼的 伯克利码头以北 约6公里的伊沙贝尔角地区海岸线 一对出门遛狗的夫妇 在海岸边的沼泽地带 发现了一具残缺的儿童遗孩 隔天上午 在距离这具遗孩不到1.6公里处 又发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女性遗体 从遗体身上的孕妇内衣可以看出 她是一位怀孕的母亲 后经DNA检测 这两具遗体 就是失踪多日的拉奇母子 由于遗孩在水中被泡得太久 无法确定拉奇和小康娜的死因和死亡时间 2003年4月18日 警方逮捕斯科特时 他距离墨西哥国境县只有48公里 原本身棕色的头发被染成了黄色 蓄起了洛塞湖 警方在他的车上找到了15000美元的现金 他哥哥的身份证捷 他姐姐的信用卡 他妈的汽车驾游卡 一张地图 四部手机 以及一些野营和户外的生存用具 这怎么看都是一副要逃亡的样子 斯科特被捕后 表示自己没钱请律师 所以法官为他指派了公社辩护人 在美国 公社辩护人和公务员差不多 当你请不起律师时 法院会指定一位公社辩护人 为你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和代理 结果几位公社辩护人 都以各种理由推托不干 后来 斯科特的家人决定花钱 聘请一位有名的刑事律师 马克·戈拉格斯 2003年5月 刑事见识学专家李昌玉博士 受好友马克的邀请 也加入了该案件的调查之中 李博士这次主要都是幕后工作 他翻阅了所有的案件资料 对资料进行了一一核查 没有找到任何物证证明 斯科特无罪 也没有找到什么有利于斯科特的证据 最后在庭审期间 他认为 控方的专家证人和证词都非常公正 没有必要做更多的阐述 所以这次他选择了不出庭作证 2004年6月1日 案件进入了正式的审判阶段 由于这些案件的物证数量太少 庭审现场关于物证的交锋并不激烈 彼此都深知 对方手里没有直接证据 控方一共传讯了174位证人 希望用人海战术建立一张牢不可破的间接关系网 将斯科特顶罪 其中 斯科特的情人弗雷连续七天出席作证 控方 大致将自己的指控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 说完动机 控方认为 斯科特是个满嘴跑火车不负责任的男人 他在婚姻上 工作上撒谎 想做绝育手术 不期待孩子出生 这些都是他不想被束缚 和过有负担的生活 他向往自由的单身生活 所以 他除掉了妻子 而且他最近工作也不顺利 很多信用卡欠款 他和拉奇在案发前 还一起典当了拉奇祖传的珠宝 第二 早有预谋 斯科特作案是有预谋的 他买穿的时间点 正好是被没人发现他结过婚后 不仅如此 他还搜索了大量旧青山湾的情况 购买了12月23日 24日两天的钓鱼许可证 然后 再跟亲人弗雷说 他失去了妻子 并且要过一个没有妻子的圣诞节 说明 他已经知道 妻子拉奇 不会出现在圣诞节这一天 第三 犯罪场所 控方认为 斯科特是在家谋害了拉奇后 用车将遗体带到码头 然后用水泥毛将其沉入大海 水泥毛应该是他在仓库里制作的 海钓只是毁尸灭迹的借口而已 警方不仅在他船上的尖嘴潜里 发现了拉奇的头发 还注意到他买的船 钓杆和选择海钓的地点 都不适合钓巡鱼 如果他非想要在平安夜这天钓鱼 他家附近就有好几个不错的钓场 完全没必要跑到144公里外的旧金山湾 而且作为一个垂钓者 他到码头的时间太晚不说 停留的时间也很短 最巧合的是他钓鱼的位置 距离发现拉奇母子遗骸的地方很近 斯科特是10点08分离开家的 他说离开时拉奇要收拾厨房拖地 然后再出门买东西遛狗 但是隔壁邻居非常确定 他在10点18分看到斯科特家的狗 拴着狗链在社区里跑 拉奇10分钟内就完成收拾厨房拖地 换好衣服带上狗出门 这可能性并不大 况且在案发前 拉奇家刚请了终点工 对家里进行了大扫除 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孕妇 也没道理要在家里面拖地 所以斯科特他很可能是在撒谎 第五有罪意识 斯科特不经意间多次表现出有罪意识 例如他最开始打电话给丈母娘是说 拉奇失踪了 而不是说他不在家或是找不到之类的 案件发生后 他表现得过于冷静 在拉奇的第一个起伏守夜活动开始前 他依旧和情人调情 完全不像一个刚失去妻子和孩子 悲痛万分的丈夫 当警方对码头进行了大规模搜索后 他又多次到码头查看情况 案发后不久 他又开始联系房产中介卖房 又卖了拉奇的车把儿童房变成了仓库等等 这些都表明他早就知道拉奇母子不可能再回来了 辩方律师马克相较于控方的人海战术 他只传讯了14名证人 辩护大致围绕三个点来说 第一点 试图将斯科特塑造成一个有爱的 有责任感的丈夫 比如 拉奇每次的产检 他都会陪同 他很关心妻子和孩子 在案发当天 有一位记录良好的居民 看到了一个和拉奇很像的女人在遛口 还有一个前警察看到 一个很像拉奇的人 被几名流浪汉 拉到一辆棕色的乡试货车里 而拉奇的一位邻居 正好在案发当天 看到了一辆棕色的乡试货车 出现在社区 辩方一直凶手另有欺人 第二点 将斯科特的婚爱情描述为 他只不过是犯了个男人 都会犯的错误 斯科特有多位外遇对象 外遇不会成为他杀人灭口的理由 警方虽然在船上找到了头发 但也说明不了什么 斯科特和拉奇是夫妻 身上沾点拉奇的头发很正常 在某个不经意间 头发又沾到了钳子上 第三点 利用传言将舆论引向鬼神术 希望可以影响陪审团的想法 当时有传言说 拉奇和孩子是被邪教的人员 当作贡品给献祭了 因为拉奇是在耶稣诞生前使用的 又在耶稣受难日前被人发现 且小康那的预产期和拉奇的生日 是同一天 在发现遗体的海滩附近的一处岩石上 有很多奇怪的图案 图案的内容有撒旦 魔鬼 地狱之火和被虐待的人 而那辆棕色的相识货车 有可能就是某个邪教组织的 不过在21世纪 神鬼传说这招可并不好使 随后 斯科特的律师马克 又将辩论的焦点 放在了拉奇和小康那的死亡时间上 一位产科医生作证说 小康那在母亲去世后 应该还存活了五天 如果是这样 斯科特就没有作案嫌疑 因为案发后 斯科特一直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 结果在法庭上交叉问询环节 产科医生又说 他没有有效的证据去证明 他说的这一点 最后被控方问及了 他直接说 我可能搞错了 唯一的争论点就这么结束了 2004年11月12日 经过为期五个多月的审判后 陪审团一致裁定 斯科特双重谋杀罪名成立 定罪后 斯科特被关押在圣昆廷州立监狱 斯科特不服判决 提出了上诉 2005年10月21日 法官裁定 斯科特为妻子所购买的 2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单收益 给拉奇的母亲所有 2012年7月6日 斯科特的律师 对斯科特的判决 提出了长达423页的上诉内容 主要是认为 审判的宣传 不正确的证据裁决 和其他错误 剥夺了斯科特 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 2018年8月 斯科特的律师表示 当年负责 为斯科特辩护的律师马克 在辩护时 有几个地方做得不够好 比如 找产科专家作证 而不是找专业的 胎儿发育方面的专家作证 没有救尸体 是如何在水中移动到岸边的问题 请教专家 以及说好要传唤的证人 没有传唤 记得当时有一个目击者说 他在平安夜过后 曾看到拉奇 被人拉到一辆面包车上 如果这人说的是真的 那么斯科特就不是凶手 2020年8月24日 又一次审理后 法院维持对斯科特的定罪 但推翻了之前 对他的死刑判决 2021年12月8日 斯科特因谋杀妻子拉奇 而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因谋杀未出生的儿子康纳 被判处15年无期徒刑 时至今日 斯科特仍未认罪 所以有人认为 他是被冤枉的 或是被有幸之人给陷害了 甚至在他被定罪以后 一位美国前国会议员 威廉·丹尼迈尔 智涵给加州的总检察长和相关人员为斯科特辩解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认为 斯科特他最有应得 硬过刘恒 风过刘身 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 制造的一个又一个巧合 将他给定罪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 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